这是我从一本天外道书之上看到的款式,觉得挺有意思,并且也预留了日后的能量炉接口。 方熙微笑回答, 九州界因为之前的万界之门缘故,着实与许多世界联通过。 从那些世界流传而来的道书,一律被称为天外道书, 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记载了太阳针火照法宝的纯阳道书。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武道功法,被那些普通人利用起来,配合一体改造,开发出不同功能, 有的甚至能体敌炼气助机修士,也算相当不错了。 方熙拿天外道书当借口,火云子也就没有过多询问。 毕竟这属于修士自身机缘,而杰针修士已经算是个人物,可以拥有一定的小秘密了。 纵然在方先大学之中,也有不少大学生并非修行大学图书馆中的功法,而是自身家传功法的。 好了,既然你确认没问题,那就开始吧,我可只答应借你使用一次,如果出了问题,可没有反悔的机会。 火云子将优盘资料上传。 对了,小张,你这口飞剑叫什么名字? 青和剑。 方熙毫不犹豫地回答,眼中闪过一丝缅怀的色彩。 虽然他给出的是斩妖剑的炼制图谱,但他说这是青和剑,他自然便是青和剑。 算起来,这已经是第四代青和剑了吧? 这第四代青和剑,便是方熙以灭妖三宝中的斩妖剑为基础,加入九州界炼制工艺,准备将其提升为一剑比纳米还要精细的非米级法宝。 至于其上的凹槽,自然是为非米机器人准备,毕竟四代青和剑是给本尊用的,南荒修仙界可没有地方给非米机器人充能。 若不能充能,那这一口飞剑就只能当成普通飞剑法宝用,并不算如何厉害。 方熙对于上次剑南针菌那一口能分化十二亿九千六百万枚细针的金色飞剑,还是十分感兴趣的。 至于凹槽中的能源问题,方熙也早就想好了,可以用一块金属性的集品零食。 如果被火云子知晓方熙准备拿九州戒园英真军都难得一剑的战略级物资催动青和剑,只怕掐死他的心都有了。 这是何等的豹田天物啊? 简直令人发指。 不过对方熙这种土鳖而言,能阴漏就简地将青和剑打造出来,就已经是成功了。 开! 而此时,火云子真军对此还一无所知,只是默默掐动法诀,一道原应及法力注入面前的八卦炉中。 一道道阵纹亮起,无数流光自四面八方汇聚,而在八卦炉内部,一节白光包裹的剑尖已经浮现,继而是剑身、剑柄。 飞米打印机主打的就是一个筷子。 在九州界,如同古修那般炼制一件法宝需要数年数十年的事情,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好了,小张,我来考考你,你看这阵图之中,这几道阵法,叫做什么? 火云子见到方熙饶有兴趣的表情,不由起了几分考量之心。 我只能认出寥寥几种,比如这一道阵法,乃是三元和一阵,还有这一道阵纹,似乎是二项虚空阵的变种,还有这一道,应该来自亚空间转换阵。 方熙只说了几处,算是藏桌许多。 火云子听了,却大为惋惜,咦? 你小子阵法天赋不错呀,阵法不错,练器应该也可以的,当初不应该转系去搞什么元气理论研究的,有没有兴趣来读我的博士啊? 这个,晚辈还需要考虑一下。 方熙苦笑着回答,然后就见八卦炉轰鸣,一道清光飞出。 他伸出手一招,一柄三尺来长,两指宽,通体泛青,宛若一片青色长叶的飞剑便落入手中。 四代青和剑,此剑完全体形态,当有灵宝之威,等到日后宝尹妖族鲜血,威能还能上涨。 方熙抚摸着剑刃,脸上泛起一丝满意之色,告辞而去。 他这次来,炼制法宝只能算是个借口。 主要还是制造不在场证明。 毕竟现在天风洞那边,应该翻天了吧。 但自己一路走来,不少校园监控都能证明,张火华一直在方仙大学,还有火云子这位大佬作证。 当然,这只是最坏情况。 最好的情况,是怀疑都不怀疑,不过不能太过小看方仙道工的大数据筛查呀。 接下来一段时间,还是好好狗一狗吧,或许可以将妖气分析图谱,拿出来,增加自身价值。 回到洞府的方熙将四代清河剑送去南荒修仙界,暗自想着。 他之前提出那篇论文,只是指明了一个方向,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而若能拿出妖气粒子图谱,那就是又前进了一大步。 能做出如此重大研究成果的,至少元气研究所会全力死保他的吧。 南荒修仙界 翡翠岛 方熙手持四代清河剑,神色中略有些缅怀。 清河乃是他为纪念当年青竹山弱小之时的经历所命名, 要的就是散修那种与天争命之精神。 枯荣诀法力涌出,轻而易举地便将此剑祭练。 继而,方熙随手一指。 清河剑化为一道青色流光,剑光如龙,疏忽直冲九天。 漫天云气,剧都在这一剑之下消散。 此等剑术,令正山等一干节丹修士都目瞪口呆。 嗯,此时四代清河剑的威力,相当于被培养多年的顶阶法宝, 剑气锋利无匹,足以与当年的万魂藩一争长短了。 方熙剑爵一收,漫天剑光卷落,凝聚为一叶清河般的长剑,不由对此很是满意。 九州借的炼气手段,果然十分强横。 而他回到炼气室内,一道法爵打出。 在四代清河剑剑柄之上,立即浮现出一个凹槽。 方熙一拍山海珠,一枚金色的极品零石飞出, 落入凹槽之中。 嗡嗡。 关闭剑柄,打入法爵之后,一道道金色阵纹在剑身之上浮现, 赫然是极品零石消耗零气,为无数非米机器人开始充能。 此见平时非米机器人都在沉睡,只是一件死物,如今才算真正被激活。 至于那暗月教主,此人乃是伪装身份, 根本不可能暴露原英修为,因此身上的宝物并不多,不被方熙放在眼中。 至少此人就没有这个人脉资源,能去方县大学的非米研究所中, 让火云子真君为他炼制一柄非米法器。 方熙沉吟一番,拿出之前就设计好的造型图, 又摸出几块四阶矿石,一缕青色的阴火喷出。 他之前的设计图就有所保留, 如今还可以祭练诸多四阶矿石, 甚至是妖族的骨骸与血脉, 以增加这一口以斩妖剑为圆形的飞剑强度。 数月之后, 翡翠岛上空, 方熙覆手而立,身边悬浮着一柄青色长剑。 去! 他意念一动, 青河剑瞬息飞出。 继而, 在半空当中直接裂开, 化为无束青光。 一道道青光飞折腾挪, 疏忽炸开, 化为漫天青色丝线。 方熙神情一动, 一抬手。 一只三阶巨龟傀儡被放了出来, 龟壳之上打开, 冒出一根炮管。 轰隆。 一道赤红光柱略过青丝, 青丝却没有丝毫变化, 继而略过巨龟, 宛若渗透过去一般。 继而, 巨龟傀儡便凝制不动, 忽然从中间被一分为二。 飞弥体积太小, 很容易穿透一切实质物体, 也可以看成无物不展与健身难伤的特性。 方熙又一招手, 无数青丝汇聚, 从他身体各处渗透而入, 于丹田之中中心组合成青和剑的样子。 此种渗透特性十分阴毒, 应当可以附着于修仙者甚至要修的法力与经脉之中, 一路到达丹田再爆发。 方熙细细体会着四代青和剑的能力, 若是修仙者剑是不够, 很容易将我的剑术, 当成炼剑成丝的绝世剑修, 那必然要狠狠吃个大亏的。 剑修之剑, 讲究一剑破万法, 炼剑成丝也是一个极其高深的剑道境界。 恐怕唯有原因极数的剑修, 才有可能参悟一二分。 但如今方熙, 凭借一把剑气就能轻松做到。 至于缺点, 大概就是极品灵石耗尽灵力之后, 还需要缓缓充能, 一旦陷入耗时日久的持久战之中, 炼剑成丝的大招就用不出来了吧。 想要施展各种骚操作, 必须给飞米机器人充能, 极品灵石都可能有些不足。 除此之外, 就没有太大缺点了, 此柄四代清和剑, 只怕注定要在本次妖族入侵之中, 大放一彩了。 虽然, 这并非我所愿。 如果有的选, 方熙肯定希望能太太平平地一路重树修仙, 然后无灾无节地修炼至化神圆满, 继而非生。 奈何, 世间总有许多不平之事。 不说与天度魔君的承诺, 纵然是那天妖之气, 也值得方熙走一遭了。 愿以手中清和之剑, 斩平道徒一切不平。 这也是当年方熙拿到清和剑之时, 心中默默发下的誓言。 纵然道徒再怎么艰难, 他也要射击而上, 由凡人一步步登陷。 人难以怎样是一等的试言。 确实都取得触声。 这只是我的试言。